然后我再去我妈妈的房间 听到很隐约的抑动的声音 还有一两下用手拍打皮肤的声音 我们家里只有三个人 难道我老公和我妈在一起 欢迎收看《港男港女》 Hello 大家好 我是雷婆婆 我们有新的嘉宾主持 雷婆婆 稍后我们会有一个专房 关于雷婆婆 问她很多东西 看看有什么尖锐的问题 如果大家想看雷婆婆的专房 就要趁我们还放在免费区的公开频道里面 快点去看 因为我们稍后过两天 我们就会回到会员专区那里看 如果大家想回看不要紧 加入我们会员就可以看雷婆婆 或者其他嘉宾主持的所有专房 OK 我们今天事不宜迟 我们这个嘉宾 都挺爆炸的 以我猜你应该还没结婚 没结 胆不胆算结的 有独特的结婚观念 你想就结 不想我也不会逼婚 即是你看过对方 是啊 没什么所谓的 假设结婚后 如果你老公和你妈妈好像有些事情 你怎么处理 我可能先观察一下 或者问问问身边的朋友 觉不觉得有这样的情况 女生总有一些闺密 和家庭关系都密切 看看他们觉不觉 这样的情况 今天我们的嘉宾就要问一下你的意见 姚姚在这里吗 姚姚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你这个假名也都变了声 简单说一下你的故事 今次这个故事到现在都是发生着的 先说我老公 我和他都拍了拖几年 我是单亲的 我爸爸走了一段时间 大半年前就去到谈婚论嫁的阶段 所以就结婚当时 但是疫情几年 就令到我老公就亏了很多钱 所以我们即使有钱结婚 都没有钱搬出去住 但是又很想一起住 那我就独女来的 家里其实都还有两间房子可以用 所以我老公搬过来 就不是很大问题 所以确认我老公就搬去我家 本来想着我老公搬进来住 始终都是和我妈妈是两代不同的人 可能都会有一些争吵 但是在我想象中 聊得多聊 而且经常都开玩笑 当时我也没有意义 直到我发现我妈妈的电话 和另一个男人的对话 那次是这样的 我妈妈就有一些软件要更新 那就找我帮她撞 但是就比我发现了 她和一个叫Peter的男人WhatsApp的对话 那当时我就没有去查 这个男人的电话号码是否认识的 但是他们也有几多的对话 而且这些对话都很曖昧 那我作为女儿都会忍不住 八卦一下 那看看他们的Message 似乎都关了一段时间 而且是刚刚开始 曖昧没多久 那本身都不打算看完她的 因为都很多了 那所以我就打算 滚下去快点飞着 这样看一看 然后呢 怎么知道就看到一些照片 那我就八卦多看一看 那接着就看到 是我们家里某一个地方的照片 而且这张照片是由南方发出来的 那我们家里就只有三个人了 那不是我 就一定是我老公 那我就 难道我老公和我妈搞在一起 那接着其实我那几天都睡得很差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但是我睡得很差 通常也很差 那他们都没理由不知道 那我就只是说我不舒服 那我老公就一定要我吃安眠药 去帮自己睡觉 因为我早上是 我回很早 起床就要上班 那最初都真的有吃到去睡觉的 那但是去到第三天 那我老公就照给安眠药我吃 那我那天就假扮吃了 但是我就没有吞落泡 我就拿了一些安眠药出来 然后就去了睡觉 我睡到一半 我老公拍一拍我 说想跟我说一些东西 那我就没离去 我假扮睡了 那接着他就没有继续拍我 然后他就用最轻力的声音 离开了床就走了 那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外面的厅很静 好像没有声音那样 那我不放心 我就打开个门 然后我就走去厕所和厨房 确定一下有没有人 是没有人 然后我就再去我妈妈的房间 听到很隐约的动动的声音 就是你会听到一些身体的碰撞 然后有一两下用手帕打皮肤的声音 然后我就立刻 快手快脚就回到房间 跳回到床上 然后就摆回刚才睡觉的姿势 然后就继续扮睡觉 但是其实就睡不到 直至都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老公就回到我的房间 然后又是很轻声很轻力地走上床 继续睡觉 那我一直都没有睡着的 那他躺下了一两分钟之后 又拿过电话出来 不停地传讯 这个情况已经在这个月里面 发生了两次了 那我就不知道可以怎么做 虽然我理解你有一些判断或者幻想 但是你始终看不到 声音你有一些形容 声音很主观 拍打可以是拍手 对了 如果是我 我想我会什么都不管 真的看一下我妈的电话 那个对象是不是真的是我老公 即是再一次查证 再一次查证 好像说 声音都主观 不是最准确 可能我日有所思日有所梦 其实我做梦 以为我老公下了床 其实可能他没有下床 我睡得就梦碎碎 你是这样的人 旁边那个是不是跳下床 你是不知道的 我是睡得比较好的人 我睡得比较好的 对了 好 当然我想他可以这样做 或许他下一步可以这样做 摇摇下一步假设真的 对了 我妈果然是对了电话号码 我是真的我老公 这样吧 应该除了离婚 应该没有特别的做法 我是一个对爱情 一就一 二就二 是 爱恨分明的天蠍座 是 加上这件事都震撼的 是 偷吃 最偷吃一个 都挺特别的对象 是 妈妈 因为就算你原谅这件事 都很难继续维持的 你永远都会对着你妈妈 妈妈不可以走的 老公又不可以走的 老公可以离婚 妈妈没理由断绝关系的 既然妈妈不可以断绝关系 保持一段距离才沉淀一下 所以你会离开这两个人 如果真的大家都 他们有决定要继续 我只会决定离婚的时候 我妈依然要继续跟我老公 没有人要沉淀一下 离开了 我确定十年后 他们依然继续 那我祝福他们 是一句来的 是的 我祝福他们 只是我一个媒人 一个契机 那十年后 如果他们真的还在一起 那么恩爱 你是不是可以接受这一个关系呢 可以叫他uncle 或者爸爸呢 你应该都接受到的 时间过了 那种情感 没那么冲击的了嘛 那瑶瑶啊 如果你这样听呢 你觉得会不会是你的影子呢 阿雷婆婆的说法 会不会是你其中一个参考的做法呢 我觉得我反而 会 concern 是 跟妈妈的关系应该怎样 如果老公 我都可以离婚 我可以离开 但是因为那个 出轨对象是妈妈的时候 其实就 我有点不知怎样 处理跟妈妈的关系 那如果你这样说法 即是你没有遇到你跟这个妈妈是断绝关系 你抢走我的男人 我和你断绝关系 暂时还没有 因为我本身已经是 暗层了 妈妈也是唯一的家人 所以就会觉得 好像女婆婆那样 可能十年后或者一段时间之后 你甚至会接受到 但是妈妈带给你很直接的伤害 我觉得我的时间可以 让我接受到他们的关系 但是未必可以解决我和妈妈 造成的伤痕 当然我理解的 但是我想问 你们两位 女婆婆和瑶瑶 妈妈 单身了好一段时间 你刚才说的 现在他在生命里面出现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令到妈妈动心 你可不可以 理解一下或者体谅一下 甚至原谅一下 妈妈这样的行为 这个应该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的 你婆婆呢 好像瑶瑶所说的那样 时间过去那个冲击没有那么大 其实都可以祝福妈妈的 但是可能短时间内 现在真的 是难一点 但是我未至于说 要骂他们狗男女 我未至于去到那样 你都不会骂他 破口大骂你两个 除非他们两个不承认 只要他肯承认的话 我就原谅你了 类似 或者可能老公已经觉得OK 那么我离婚 如果你跟妈妈是要继续的 那我可能和你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至于接受他两个 那就真的要之后再算 其实瑶瑶你的做法不是很多 我想brainstorm 第一 你就即场踢爆他 敲敲门 你两个出来 我们三口六面讲清楚 第二个选择 牙引 不读爆 你 我任他继续 是的 我不知道是为了再继续观察 还是可以原谅他 或者可以 怎样的 那么我就咬眼 看看你们会不会一段时间之后会断纳呢 等待他们分开 因为我听过很多人的说法 就是另一半去偷食 我看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看你什么时候跟他们断 行不行呢 这个第二个可能性 你觉得荒谬也不是不行的 我看看有没有第三个可能性 第三个可能性 可能就是试探一下他们 希望他们自己爆出来 瑶瑶你会倾向于哪样做法呢 你暂时 我会试探一下 我也看过他们的讯息 也掌握了一些资讯 可能我会问一下 妈妈 谈一下后方 然后再观察一下他们 好 雷婆婆有什么意见要给她 她这样做 试探主动一点 不会静悄悄悄看 否则久了就跟牙癮没分别 我想跟她说 我看你最近有个男人跟你很亲密 这样 新男朋友 和老公又可以直白一点 你晚上去哪了 去哪了 我没理由告诉你 其实我昨晚跳下床 就是去了你妈妈的房 看她会不会说 那你试探 她也是看她会不会说 是 当你让你试探 好了 瑶瑶的试探 只会越试就越明显 最后可能她也要说出一些很关键的词语 最后你也要试探 对 但未必要三个人三口六面 说清楚 这么难看 是吗 三口六面试探 和我一对一试探 是很大分别的 我觉得太直接 很难控制的情绪 很容易会真的对着她两个 破口大骂 这件事情就会失控 你一对一才不会失控 很尴尬 不尴尬 三个人 一个我妈 瑶瑶呢 如果你真的想有一天要试探 你选择一对一还是一对二 去试探 可能都会选择一对一 如果三口六面一起的话 他们有打龙通的机会 就是你主动找一天 集他们叫他们过来的 你不会两天之后 但是他们知道对桑说什么的时候 他们可以在那复和 可以在那复和 总之他们两个打一个 这样的感觉 那都是一个方法来的 这件事 我想问一问你 你是否可以真的好像 雷婆婆那样说 我可以放弃老公 你是否可以这样 还是我不舍得的 这个男人 我觉得都只能够是这样 都要看看他的 事情穿了之后 他会怎样 如果他态度诚恨呢 我可以放过他一马的 你这样的意思是 我见你都挺老实啊 都直白这样说出来啦 好了 我罚你三天睡觉 下次不要啦 他去有妈妈的房 看看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我不知道 你都挺有趣的 你说会看看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原因 你老公见到你妈妈 跟着就 跟你妈妈 带了 还有什么原因 难道求签求回来 叫黄大仙叫我去 这样就没可能的 那我想多少都因为一些 互相需要 肉体上的誘惑 你妈妈是不是 都挺OK的 还保持得挺好的那些 也是的 那你老公 你的年纪都未到三十 都二十多 对你妈妈来说 都算是挺新鲜的 这块肉 所以可能他都是 肉体上比较需要 这样的 所以你们两个 只是一时想不开 那我可以原谅你的 见你诚恨 我也不知道 如果他们 狠认或者不肯认 其实 都不一样 对我来说 可能结果一样 但是 你的心情会不同 是 他们肯认的话 我就比较 虽然结果可能都是一样 我都要离婚 是啊 是啊 OK 你都挺括答 你都还笑得出 是不是这样呢 雷婆婆 如果他们直接认 和不认 还是你们两个 认了就算了 我免得刺爆你了 这个是可能大家都不会这么乐面的方法 我不是很喜欢太尴尬的画面 所以你认最多我只能够 你看一个诚实的人 但是还是要离婚 不会说你认 那就有他 对了 跟艾印都差不多 所以你和瑶瑶是差不多 结果可能都是一样的 是的 结果都是离婚 没这么丑怪的离婚 对 我免得破口大骂你了 你和妈妈都很难收复关系 你可以和男人不用收复关系 你和妈妈很难收复关系 遥遥希望可以帮你有少少的启示 我们说的东西未必是完全白分白 因为我们始终不是在这个情况里面 知道很多细节 但是我自己都觉得 我都同意雷婆婆所说的 除了离婚都很难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因为这个关系是很难继续下去的 好 谢谢 是 不用客气 是 加油啊 希望你找到更好的出路 还有森林又很大 只不过你和他结了婚 结了婚不代表一生就结束了 好吗 还是有希望的 反而我觉得 妈妈也比较难搞 妈妈第一个 谢谢你的故事啊 逆逆 拜拜 没有试过 没有试过类似的东西 没有没有 有啊 有啊 只是朋友来的 年幼的时候 是 试过男朋友 跟了一个 那时候比较朋友的人 然后搞上了 然后搞上了那个女孩 还要不认账 他去了报警 告我那时候的男朋友 说他非诚 当时年幼的婆婆就是 默默地原谅了这件事 哎呀 你们两个这么不小心啊 搞完还要被人告进去警察里 好吧 那你原谅了这件事 是啊 原谅了他两个 我原谅了个男孩 那个女孩 走过都不会说一句 默路人啦 是啊 是啊 因为那个女孩 跟我男朋友搞上那天的早上 还要约了我吃早餐 首先当晚 他去了我男朋友家 然后第二天 我去男朋友家之前就说 我去吃早餐 因为大家都在愧疑 从他 然后就约了个女孩吃早餐 那个女孩就在我男朋友家出发 然后你就跟他会合吃早餐 是啊 所以当年他被人 报警那件事 我都有份去落后 去做证人啊 这么个人啊 我早上跟了个女孩吃早餐 他没什么 还很开心 很普通 警察找你 有个Susan 的人去报警 就说被强奸 你那天跟他吃早餐 你见到什么 最后当然我们想知道最后结果是怎样 这个报警的事件 没事 即是不成立的 当然了 为什么 他们是开心一起上楼的 哦 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会访问一个女婆婆的专访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记得趁早去看 如果错过了都没关系 我们所有嘉宾的专访 我们都会放在会员专区那里 大家加入了会员之后 除了可以看专访 也可以看我们长版本的所有的节目 还有 就可以加入我们TG Group 如果大家想 在TG Group遇到 或者和我们其他 遇到我们的所有封印的嘉宾 或者其他的超过1000位的会员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的TG Group 和大家一起聊天 期待大家加入了 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也多谢 雷婆婆给我们这么多意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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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